玉西地区农会在6号上午盛大庆祝农民节 不论是小农市集或是园游会 现场是人山人海相当热闹 现场学生为怎么忙也都亲自赶到现场 和农民乡亲问候祝福 同时他也加码赠送摸彩礼品 现场气氛很热络 原住民甜心在台上表演现舞 舞台两侧 不论是小农市集还是园游会 人潮皆种而至热闹非凡 玉西地区农会农民节的现场 还有机优产销班 加征班以及查农稻农 在各项竞赛中拿下优郁成绩 由农会三巨头亲自颁奖表扬 不论是玉西地区农会团队还是农民相亲 2020年的各项成绩表现 上级长官都有目共睹高分肯定 理事长陈文光 感谢各界以及上级长官长年来的支持与协助 也特别献上年节祝福 我深度感觉到 亦里好山好山好地区农会 农民特产品的价值不只是这样 尤其米是我们最大多的 从神龙奖开始 到十大经典的好比 亦里的米得了无数数的冠金 亦里的米也是冠金米的故乡 颁奖表扬 农民的努力获得肯定 农会同步进行的摸彩活动 让乡亲农民一起同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百业消退 农会总看事蔡宗翰表示 然而民众转向网购 直接消费 使得玉西地区农产经济开红盘 甚至供不应求 我们比较幸运 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产品是稻米 反而在这个时候 大家不敢在外面吃饭 都在家里自己煮饭 所以反而我们的业绩在去年是逆势成长 今年加上西部 它有将近 加起来将近9万公顷的停冠 所以今年我们的业绩方面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达到 疫情乌云笼罩 玉西地区农会 却有突破的成绩表现 县长雪正位再怎么忙 也都亲自赶到现场 和农民相亲 问候祝福的同时 也加码赠送摸彩品来同乐 现场气氛热烈 这里正位话不多说 因为今天早上 北花莲真的非常多的事情 那来到这里 大家肚子饿了没有 饿了 要不要加码 要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 我怕大家抽太久等太久 不会喔 面对上级相关单位的支持协助 以及地方各机关团体的配合 让玉西地区农会会晤 整整日上 总算是蔡宗翰 谦虚也有种感恩 并表示 现在农会团队在产业辅导行销之余 近几年来更积极建制推广 玉里浊西两项镇的农业休闲观光产业 让玉西农产业多元发展 再升级增加农产经济收益 让农民乡亲 安居乐业 天天过好年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